新政府执政一年多后进行首播请借高层人士一栋 警政署长陈国恩和台北市政府警察局长邱峰光 接应是大运开幕式遭闹场事件名声案将 据了解以蔡英文总统用人哲学 陈和邱两人未来的新职代表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思考 蔡总统去年上任后在国安、军事、情报等人士布局 向来有两种路线并行 一方面尊重既有体系中的伦理、级别、备份 另方面在可能范围中加入自己心想法 以国安会秘书长延的发为例 他在去年退伍但今年初已退役上将之资出任国安会咨询委员 创下先例 军方未言报区区区国安会资委根本是大财小用 殊不知四个月后延变升任国安会秘书长 这可看出蔡总统在用人上不会只考量传统惯例或起别的经书远近 而会兼容国家发展战略思维等功能考量 也就是所谓的市财事所 台北市警察局长邱风光因是大运维安失利 被调整职务联合报资料照片分享 身为六都之首的邱风光 警镇署长一度是他的囊中务 然而过去一年多来 总统车队在台北市旅遭险境 突显邱在维安部署上的大漏洞 执政高层对邱早有围棋 而是大运开幕式遭闹场事件中 真正致命的不是当下的指挥调度和处理 而是秋到了总统官邸后 面对蔡总统等诸多疑问 邱文东达西显然欠缺现场指挥官应有的敏锐与戒魄 使他与署长失之交臂 警政署长陈国恩将要任国安局副局长 他透过脸书表示 最不舍的是要离开警察弟兄 不少原信涌入留言表达支持 图翻设字脸书 NPA署长事 分享 但陈国恩则有所不同 据指出陈国恩先前在台铁爆炸案 与国安单位充分配合 ATM派克事件中是全球同类型案件 创最快破案系录 尽管总统维安急事大运他仍难脱独岛之责 但调往国安局陈国恩将在国土安全角色上更为吃重 绝非代退的副主管一喜一杯 陈秋同为是大运调职 但两人未来光景大有不同 尽管总统维安急事大运民 element 曲述坚困 山顶